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记得我两个礼拜前 我跟大家讲到彼得的配套 彼得的配套呢 也就是说当他讲道的时候 他的配套是什么 当时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他第一次讲道呢 因为神的话语砸心 当神的话语去感动人心的时候 然后这些信徒们就 当时的第一班信徒就问 我应该做什么 然后呢彼得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悔改 就是说要离开罪恶呢 然后转向神 所以彼得的配套的第一点呢 是要转离 就是离开罪恶 转向神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要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然后呢第三点呢 是要领受圣灵 然后第四个呢 最终呢是要加入教会 也就是说要在教会当中 接受教导 在教会里面 懂得怎么样彼此的交界 在教会当中 一起的掰饼 一起的祷告 一起的敬拜 所以一个信主的人 悔改信了主 受了喜 得了圣灵充满 就是在教会里面 伟生生活 所以是完全伟生 伟生在教会的生活 然后呢 我们在吉隆坡的时候呢 我的好朋友 满头发牧师 他也讲到 跟这四点 就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呢 他讲到 他们教会的传福音的策略里面呢 他们是用五个事情 来提醒彼此的 他说成功的传福音的话 就要做到这五点 第一个呢 就是要带人 悔改信主 第二个呢 是要带他们 受喜归入主的名下 第三呢 是要带他们 领受圣灵 然后第四跟第五呢 是要加入 然后带信了主之后 领受了圣灵之后 受喜了之后呢 要加入相帝小组 而且要常常在教会里面聚会 所以 彼得的配套有四点 他的第四点是加入教会 满头法的配套有五点 他第四跟第五点呢 是等于加入教会 是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点 所以我们既然都是 信了主 归入主的名下的人 那我们受了喜 我们领受了圣灵 我要 我要 一直地提醒大家说 加入教会的生活 是很重要的 那因为呢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 我们能够 一起地 学习 侍奉神 并且一起地成长 你知道吗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那我们不是 单单只有 一个对一个 人跟神的 一对一的关系而已 那我们乃是 信了主之后呢 我们是归入了 一个家庭 一个肢体 所以刚才 当我在守圣餐的时候 那我的祷告 都是朝向这个 一个身体 一个肢体 一个家庭 那我们来看 以后所书 第二章第十九节 这样你们 不再做外人和客女 都是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你看 同国 而且是家里的人 另外一个版本 The Living Bible says that now you are no longer strangers to God and foreigners to heaven but you are members of God's very own family citizens of God's country and you belong in God's household with every other Christian 所以这个版本 基本上是讲说 你现在不再是一个 外人 你也不再是一个 陌生人 然后现在呢 你是神家里的一份子 but you are member of his household 你是神 国度里面的 一个国民 and you are citizen of his kingdom 你是完全属于 神家 跟其他的基督徒 一起的 属于神家庭的 一份子 and you belong to 那还记得 两个礼拜前 我说了 当神创造人 的时候呢 祂就预备了 一个 伊甸园 给他们住 当神救赎人 的时候呢 祂就创造了 教会 叫救赎的人 能够进入教会 所以新造的人 是要进入 神所给的 新的原地 也就是教会 所以彼得的配套 讲到悔改之后 受洗 领受圣灵 然后要加入教会 因为这个是 神的计划来的 神的旨意就是 信了主的人 要进入教会的生活 而且呢 你们都要知道 一个很清楚的知道 耶稣基督 祂爱 祂的教会 耶稣基督 祂爱祂的教会 所以在使徒行段 20章28节 这里一句 最后一句那边说 神的教会 就是祂用 自己的血 所买来的 或者所救赎的 神的教会呢 为什么祂那么爱教会呢 到一个程度是 祂用自己的血 救赎的 然后以弗所书 5章25节说 基督 爱教会 为教会 舍命 基督 爱教会 愿意为教会 舍命 然后呢 在使徒行传 第九章第四节 当耶稣 在大马社的路上呢 跟 接触到 这个扫罗的时候 祂跟扫罗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 逼不我 你们想一想 当时扫罗 他是逼不谁呢 耶稣已经死在 十字架上了 当时呢 扫罗到处 是逼不教会 逼不信 耶稣基督的人 但是呢 当耶稣 遇见 保罗的时候 跟扫罗讲 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不我 因为教会 就是耶稣的神 耶稣是爱教会 他是 多么爱教会 爱教会到底的 所以我们千万千万 不要批评教会 千万千万 不要攻击教会 当我们批评教会的时候 我们是在批评 耶稣 当我们在传教会的 是非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讲 耶稣的坏话 当我们在控告 彼此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控告 耶稣 当一个人呢 在破坏教会的时候呢 他是在破坏 耶稣的生命 所以耶稣爱教会 到这个程度 当基督徒被逼拨的时候 他说 你们是在逼拨我 所以当教会被论断 教会被批评 教会被攻击的时候 耶稣基督 他受杀 当然我们不要 做攻击教会的人 我们不要批评教会 我们也不可以 允许人来批评教会 如果有人在我们的周围 在讲说 哎呀你不知道啊 这个苏牧师怎么样 那个灵牧师怎么样 我们说 我听讲对 我听讲对 哇很好听啊 这什么八卦新闻 我要知道 你知道耶稣说 他爱他的教会 他不要在教会里面 讲的都是那些 是是非非 都是那些八卦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允许人 批评教会的人 或者教会的事 其实我们应该 做那个 捍卫教会 保护教会的人 因为耶稣爱教会 耶稣爱他自己的教会 我们新教会 得力到今年 十四年 将近到十五年 主耶稣一直都在 看顾着这个教会 我们有经过 我们自己的风风雨雨 我们有生病的 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有团队 感觉到 不懂得怎么样 继续前进的时候 但是因为 耶稣爱他的教会 他保护着他的教会 他探顾着教会 他供应教会的需要 他带领教会前进 因为他爱他的教会 因为耶稣爱他的教会 我们也要爱耶稣的教会 耶稣爱教会 他也精致地建立 他的教会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主说 英语的讲得很清楚 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 因为耶稣他爱他的教会 因为耶稣他要建造他的教会 他召集我们出来 我们是被蒙召召出来的一群 我们召出来就是在教会的里面 跟耶稣一起的爱教会 建立教会 比特前述二章九节 他描述了一个被蒙召得救的人的生命 是什么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生的子民 是叫我们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 他说我们看这个经文 看了太多了 好像觉得很麻木了 什么每次都讲 被拣选的族类 君尊的祭司 每次都听到的 你们这些话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身份 是多么的尊贵的身份 耶稣基督 他不是随随便便 没有人要的时候 他随便找我们进来教会的 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你这个笑话 我常常记得的 有一个年轻人 他想要去读圣经学院 他妈妈听到的时候很高兴 他说反正你读书不是很厉害 你也没办法去读大学 你去读神学也不知道 以后还有一份好的工作做 我们来教会侍奉 不是因为外面不能用 我们才进来侍奉的 我做牧师不是因为 我不能够在外面工作 我才选择 反正这边可以混一口饭吃 是被拣选的 是好像我听说 我们的丽琳姐妹会选榴莲的 她拿到每粒榴莲都是拿来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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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所以下一次榴莲季节的时候 我要跟丽琳去吃榴莲 被拣选的一定好吃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 耶稣基督选择我们 不是因为反正别人都不要吗 所以他就随便来就选你了 他拣选了我们 叫我们是完全归属他 这个是何等尊贵的一件事 我们归属神 我们属于新教会 现代的人很喜欢比较 要大 要辉煌 才是有点 稳定的感觉 在耶稣的眼中 新教会是他所拣选 他所建造的教会 在这里呢 有他的同在 在这里呢 有他的恩典 而且在这里呢 就是他所拣选的 那么宝贵的 每一个他的子民 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都是圣洁的国度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属神的 然后经文讲到 我们是有一个任务 要宣扬 遭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是有任务的 君尊的一个祭司 然后呢 我们要不断地 在这个世代 为他来 来宣扬他的美德 多一个经文 在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第九节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照他的旨意 和恩典 圣召 他是以一个圣召 召我们 到底这个圣召 是什么召 这个圣召 它是召我们 进入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 然后呢 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生 其实这样的话语呢 我相信大家有听过的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听了之后 进来这边 然后进到我们的灵里面 有多少 有多的人真正活出一个 哇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 或者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哇好兴奋啊 是新造的人了 然后信主多年的时候 新造的也没什么新了 我常常见到一些 新的牧师的时候 新朋友牧师 他们就问我 叫一什么名字 我说新造会 然后他们就立刻就问我 你教会开始 哪一年开始 他们总是要让我感觉到 新造会已经是旧教会 新造会是一个 十四最大的新造会 永远是新的 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 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 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 天天有更新的恩典 因为在神的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带着 新的盼望 面对的是一个 永恒的新耶路撒冷 新天新地 因为在祂 把我们这一生 又是回到一种 跟以前一般 平平淡淡的生活 要记得我们是蒙救赎的 我们是从仇敌的手中 被打救出来的 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 本来是要去地狱的 但是现在以后要去天堂 从一个死亡的国度 要进入生命的国度 以前是做奴仆的 现在是做神的孩子 是恢复了 跟神的和好的关系 是恢复到原定 神原定的计划 所以祂说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有新生命 我们在新教会里面 我们要一起地活出 这个新造新生命 那神拯救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祂的旨意 还有祂的命定 我们最近在小组里面 我们是在学习怎么样 知道神的旨意 晓得各个小组里面的进度到哪里 但是最后呢 我们要开始学习到 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神拯救我们 祂不要我们单独地 在家里面 看电脑做基督徒 就是说在电脑上面 什么上网去参加哪一个教会的聚会 这样不行的 我们必须要联系 在肢体里面的关系 那神爱祂的教会 我们也要爱我们的教会 那神要建造祂的教会 我们也要建造我们的教会 我们要一起的站起来建造教会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信息是 彼得站起来 那在十读行传第一章第十五节 那看一看彼得在什么情况当中 他站出来呢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一百二十个人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 站起来说 然后第二个经文 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 下一个 有吗 有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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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 就在耶路撒冷的人 这样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彻耳听我的话 彼得在这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 圣经两次讲到他 站起来说话 那彼得愿意站起来 因为他爱基督 因为他爱教会 因为他知道建立教会的重要 在十读行传第一章十五节呢 这背景是 他们一百二十个人 都在祷告 都在等候神所应许的 因为耶稣基督 升天的时候 让他们讲说 你们要等候 等候 我所应许的降临 所以他们都在 马可楼呢 在那边 祷告的时候呢 彼得突然间站起来说 我们需要选一个使徒 因为他知道当时 他知道呢 使徒当中 犹大已经出卖了主 结果呢 已经是掉井之杀了 但是呢 在耶稣的模式里面 需要有十二个门徒 十个使徒 所以呢 他站起来说 我们需要选多一个使徒 你知道 彼得其实他不是一个 最有资格讲话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 使徒当中最冲动的一个 他是一个呢 三次不认主的人 如果说在使徒当中 有一个有资格的人的话 可能约翰比较有资格 因为约翰呢 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 约翰常常是很贴近耶稣 他知道耶稣的想法 他知道耶稣想做的事情 但是当时呢 也许约翰还有其他 另外九个使徒呢 他们都在很气馁 在很忧伤的时候 他们不晓得 他们应该做什么 但是因为彼得他爱他的教会 他爱神的教会 他虽然不够资格 他虽然刚刚三次不认主 但是呢 他愿意站起来 然后另外一次呢 当彼得跟十一个使徒 站起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圣灵教官之后 第一个开始讲道的人 就是彼得 那圣经说 他和十一个使徒当中 站起 然后他就说话了 那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们不够好 我们觉得我们不够资格 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缺乏 很多的软弱 我们觉得 我们圣经还没读完 我们觉得我们太忙了 我们觉得 哎呀 我的人生都乱七八糟 我要怎么站出来呢 我还有经济的问题 我还有很多家庭的事情 还没有打点好 还有很多个人的原因 我不方便讲出来 所以我们都跟神讲说 站起来啊 不是我吧 让彼得站起来就好 彼得当时呢 他也有很多很多理由说 不应该是他站起来的 但是彼得 他却因着 他爱教会的心 他爱基督的心 他愿意站起来 我要呼吁大家思想这句话的是 你愿意站起来 那这不是单单我要讲的话 这是耶稣基督圣灵 要跟大家讲的 愿不愿意站起来 担负在这教会 这肢体里面的责任 当哥利亚来挑战 以色列的时候 哥利亚是一个巨人 他是一个战士 他站在众人面前 没有人 没有人敢来跟他挑战 但是他口中的话 是在藐视以色列的神 他在挑战以色列国 但是当没有人敢站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小弟兄 大卫 他出来了 大卫 他不是一个战士 他是一个木头 大卫 他不懂得怎么打战 他不会用武器 他只是会用他的甩石机 他没有打过一个人 他只是打过狮子跟熊 但是他的信心却是那样的大 为什么他的信心那么大呢 因为他认为 没有人敢站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应该站起来 所以大卫带着那个爱神 爱他的佛明的心 他说呢 我愿意站出来 他站出来的时候 当然 百姓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这个小弟弟要去打哥利亚 有可能吗 然后可能一些人觉得说 哎呀 给他试试看 死就死了 没关系的 扫罗还有一点心肝 扫罗王 他还说 我看大卫 你还是穿上我的军甲 你去打战吧 但是呢 因为到这个扫罗 不是扫罗王 他的身 他的身体比较高大 但是当时的大卫呢 可能像Ronnie这样 小小瘦瘦这样 穿在Ronnie的身上的时候呢 真的是 不太用嘞 他连走都没有办法走 他说 他说 谢谢大王 我还是不穿你的军甲 我还是带着我的扫尸机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结果大卫怎么样 他带了五个石头 他用了五几粒 第一粒就够了 碰 特利亚就倒了 好厉害啊 站起来的力量就是那样的厉害 大卫他愿意站起来 大卫他的那一帮战士勇士 跟他一起去打仗的勇士呢 其实都是那些匪徒啦 那些社会不要的人 但是呢 当大卫使用了这一帮 愿意站起来跟他打仗的人呢 结果他的这个版图呢 是成为以色列国最大版图的时候 大卫的勇士都是愿意站起来的一群 当尼西米回到以色列 回到耶路撒冷剑城墙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人 不是每一个都是工匠 懂得怎么样建墙的 没有几个是土木工程师 像诺凡啊 努vin啊 跟 Jackson 每一个人呢 都是像我们这样 普通人的 可能用锤子 都有时候会打打打打打打打到 自己的手的那种 但是呢 当尼西米回去呼吁他们的时候 圣经说 每一个人都起来工作 每一个都起来建成墙 而且他们是一手拿着工具 一手拿着武器 也就是说他们不单要懂得怎么建墙 他们还要懂得怎么样保护 打战 那有时候我们想说 哇原来还以为 原来耶路撒冷每一个人都是 又会建墙又会打战的人 不是的 他们都是像我们这样 普普通通 但是不一样的是 他们有一颗 愿意站起来的心 或者讲一讲 但以理 但以理他是一个学者 是一个很读书人来的 他是一个在政府部门里面 做高官的一个人 但是他愿意站起来的时候 他要面对的是狮子坑 他在狮子坑里面 他是一个读书人 我看他的肌肉也不是很厉害的那种 他怎么面对这些狮子呢 他带着一个信靠神的信 狮子见到他 靠近都不敢靠近 每一只狮子都像猫一样 愿意站起来的话 事情就不一样 我们可以讲到 狮子约翰 或者玛利亚 或者亚拿尼亚 他们都是因为 都是愿意被主用 站起来被主用的人 神在问我们新教会 谁愿意站起来 站起来不是一个 我懂了 我懂了的一件事情 我懂了之后 我愿意做 神不断地教导我们 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这一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 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呢 神的事情放在先 教会是不是神的事呢 是 侍奉神是不是神的事呢 爱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神的事呢 这些都是神的事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先求 要先做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人是 不行了我太忙了 有问题是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现代文化 一直给我们 很多不同的信息 我们这个文化 一直把人带离开神 这个文化会告诉人说 去教会 如果一个月来两次的话 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些更不好的呢 就是说 一年圣诞节跟复活节 去教会就够了 但是这些信息从哪里来 或者我工作 我很忙我很累 我就不用去教会了 或者说教会有事情是吗 哎呀反正有牧师 给牧师去做 我不用做的 从哪里学来的呢 世界的声音 但是我们不听 圣经 神的声音 其实有时候不是不知道 而是知道的话 我也不想跟 就是说有了知识 但是没有行动 真的我们站起来 就是要好好的来侍奉神 站起来就是要好好的 彼此服侍 那站起来呢 是要为着神呢 而来服侍 这个世代 这个世界 我很感恩 两个礼拜前 我们报告 加勒需要 加勒团契 需要多一些人来帮忙煮 然后几天前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 哇很好 有人回应了 有人愿意煮 还有 还有人愿意用车来载送 哇 真的太好了 所以呢 这种字叫做 先求神的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暂时 把我们个人的事情放下 然后说 神的国 教会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做 那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十五跟十六节 里面讲到 一个人 他叫做 司提法 OK 而且他的家人 司提法一家 圣经说是 专以服侍 圣徒为念 你看这个家庭呢 另外一个版本说 这家庭呢 他们是一生都在那边 不断地帮助 还有服侍基督徒 而且是 去到各处的 来服侍基督徒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像这样圣经里面的好榜样 站起来 侍奉神的家 站起来 侍奉神 站起来 来彼此的服侍 还有一个 站起来服侍呢 是在 使徒行的二章四十五节 我们看 神的百姓 是怎么样 为神而摆上 为神而牺牲的 这句话说 并且卖了田产 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很多人很怕读这些经文 我要把我的财产 都卖掉啊 越有钱的人 就越怕这个经文 这句话 我们可以 就是说 用自意来解释而已 如果你愿意 卖掉田产 然后呢 照顾这个教会的话 感谢主 我会接受的 但是呢 这边所讲的是一个 精神 这个呢 所讲的是一种 愿意摆上的心 是一种 愿意围着教会 围着肢体 而牺牲 所以这里 绝对不是叫我们说 OK 我们现在每个人 把所有的地契 所有的银行户口 全部交给牧师 我们一起放在一个户口 然后一起来用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时来讲 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不一样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一个 共同生活的方式 但是现在呢 以我们的情况来讲 可能是一种 彼此愿意 牺牲 来服侍彼此的态度 But what it means in current days is that to sacrifice ourselves and to serve each other 好 问你问我们自己 ask ourselves 我们有多少时候 都是真正做到 先求神的我 Do we really actually seek God's kingdom first 还是 我自己的事 我自家的东西 搞定之后 我才来做神的事 Do we only settle what is in our family before doing God's work 我跟林牧师 一起侍奉 三十多年 I have served together at Pastor Ling for about thirty over years 林牧师六十岁 就退休 然后呢 然后进入教会 来师父 and then serve church 我想如果我们 有一个圣坛的话呢 他绝对不会后悔 他过去三十多年 在教会的服侍 I'm sure he has never regranted all this time that he has spent serving the church 侍奉 先求神的国 不是自己的事情 先搞定 to serve God means to seek God's kingdom first yeah 侍奉呢 站起来呢 是让神的事 放在先 我们愿意 牺牲 摆上去侍奉他 It means to prioritize God's work first 前几天 我跟一个商人 在谈到他的 他的商业的 这个策略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一直鼓励 他的那些 做销售的人员 他一句话 同时一句话 跟他们讲说 You must declare I can do it I will do it That's why he always tells them to declare 我可以做到 我愿意做 I can do it I'm willing to do it 他用这样的一句话 把他的这个 这个促销呢 整个不断地 一次提高 一次提高 因为呢 一个相信自己 可以做 而且愿意做的人呢 他就可以达到 他的target So the sales volume actually went up based on just this one sentence because someone who is willing to do it can achieve Are you willing to stand up for God 我这次在吉隆坡 短短几天的时间 The last few days I spent in KL I received a lot 虽然只是做 几堂的传义的工作 Although I only interpreted for a few sessions in the spirit I have been renewed 每一次参加 这种特会呢 都是领受的时候 Every time I I join these conferences it's time to receive 我真的 很可惜 我们弟兄姐妹们 你们每次太忙了 我每次 鼓励大家参加 本地的聚会也好 外地的聚会也好 我们的回应都是 没时间啦 Every time I encourage you to attend such conferences whether it's in Singapore or not the answer is always too busy 如果你的灵命 你跟神的关系 是重要的 如果神国的事 是重要的 我们的灵里面 一定要不断地更新 一个礼拜 回到教会一次 参加小组一次 是不够的 那你去到参加 不同的特会的时候呢 你的领受 你真正地去学习的时候呢 你灵里面会被更新 被复兴起来 那我知道 我的身体的小小的状况呢 就像是保罗所讲的 肉中的刺一样 这样多年了了 我一直就是 还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会晕的 这个 这个小小的状况里面 我祷告 保罗跟神祷告三次 我祷告不懂 三十次 三百次 但是还是一样 这个肉中的刺 但是同样 同样的一个 一个应许 是主的恩典 是够我用的 而且神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里面 得完全的 所以 我仍然是站起来 侍奉神 一天活着 为了主 一天的气息 为了主 那 神在新教会的作为 神必定要完成的 在费利比书 一章六节 相陪我们讲到的 那在信 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神在新教会 开始了一个 美好的事工 在新教会 我们从2004年起 我们创办了 家庭中心 在2005年 创办了家庭中心 我们有这个 新一族社区学院 我们帮助了 多少个年长者 提升他们的 信心跟自我形象 我们去到尼亚斯 建立了一个 美好的儿童之家 而且现在重建 多一个 更美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 我们省至帮助 一些戒毒的 这个中途之家 我们协助了他们 建立了他们的 一个中途之家 为什么新教会 可以做到 那么多东西呢 我们也帮助 外国家庭 建立了半个家庭 即使到现在 我们仍然帮助 很多的穷人的家庭 跟寡妇 这些工作 难道是 要停顿 或者是 要削弱下去 绝对不会的 那因为神说 祂在我们心里 动了上功的 祂必成全 现在的关键是 谁愿意站起来 牧师已经站起来 公公已经站起来 但是我还要问的是 我们的青年 你们在哪里 我们的这些 上班族 你们在哪里 那我们的这些 创业者 你们在哪里 我们的中年人 在哪里 这个站起来 不是归属 某一个 年轻人 才需要站起来 而是每个人 都需要站起来 彼得 他不是最合格的一个人 但是他站起来的时候 他所成就的事情 是大的 他第一次站起来 使到第十二个使徒 被拣选 第二次站起来的时候 三千人听到之后 三千人信主 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让这个教会 继续为主 来成就 这个教会是我们 一起创临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 你如果 你如果转眼看一看 大多数的是 刚刚信主 在这教会里面 信主的人 我们很努力的 一直在传福音 我们一直在带人信主 但是我们也需要 更多的 那种 爱教会的心 守住我们的岗位 我们真的 不能够一直允许 外界的神灵 批评的神灵 把我们的教会 拉倒 神爱心教会 他建议他的教会 他建议他的教会 这个教会的 前途 肯定是 光明的前途 因为从这教会 开始来 我们都是 遵从神的旨意 你看今天 明荣 明荣 在 恢复了 之后呢 休息好了 开始站起来 师父 而不是跟我讲说 牧师我刚刚不要 我现在刚刚病好 我还是休息多半年 多一年 我们都需要站起来 特别是 特别是我们 侍奉多年的人 我们常常有一种 声音觉得 哎呀很累了 我可不可以不要 侍奉了 我们身体累的话 我们可以放慢脚步 我们可以休息多一些 但是如果我们 灵里面累的话呢 你怎么休息 你都不会起来的 所以我一直封建 各位 我们一定要参加 一些更多 更多的属灵的聚会 因为在不同的 这些属灵的特会里面呢 我们要领受之后 重新的建立起来 OK 顺便提两件 就是来临的礼拜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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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三 来临的礼拜三 晚上七点半 在国家室内 局场的这个 祷告会 他大人的日子 我真的要鼓励大家 一起去参加 跟众圣徒一起学习 整个祷告 参与这样的聚会呢 给我们的灵里面 也可以被挑望起来的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attend this special prayer time at the Singapore stadium on the 8th of August Yeah 所以七点半 虽然是七点半开始 但是因为现在的保安 都比较严格一点 所以他们需要查 back 需要scan 什么之类的 所以六点钟就开门 希望大家不要等到 七点半才想要进去 早一点到 你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 也比较容易 就是可以舒服的 在那边一起的 敬拜跟侍奉 另外一个呢 是10月7号的祷告会 10月7号那天呢 是在国家体育场里面的祷告会 那个是礼拜天 4点钟到7点钟 我们已经跟领袖们讲了 祖长们赶快召集一下 你的祖元几个人 因为我们需要拿票 才可以进去的 所以我们要先索取票 So I've asked the CG leaders to ask the members who wants to go because we need to get tickets Yeah 所以这个是叫 Pray Singapore 这个祷告聚会呢 一起来参加 当天呢 我在预备 我们的祖日聚会 延后 可能在下午才开始 然后开聚会之后呢 我们一起搭 我们教会的福音车 一起去国家体育场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一起坐在一起的 这样的 一起来祷告跟敬拜 先把你的日期记下来 10月7号 不要等一下10月7号 说哎呀 sorry啊 我有appointment啊 现在你的appointment 是跟我的appointment知道吗 10月7号的appointment 是跟苏牧师一起去参加 Pray Singapore on 7th of October the appointment is with Pastor So 孩子也一起去 老人家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祷告 the children all folks all go together ok 好所以你看 我们要怎么站起来 就是从这些 小小小小的东西 一起来做 家乐需要有人煮 煮上食的时候 出来做 感谢神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爱家贝可以去探访的时候 感谢主 有人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探访 我们要去尼亚斯 办圣诞节的聚会 感谢主 一个团队 办了可以去 办聚会 所以信了主之后 就要在这种教会生活里面 很活跃 很投入的 我们要改变 这个现代的文化 改变 把教会的文化 再次的提升起来 不要让这个文化 世界 把我们吸进去 反正我们要让 我们的文化 一直与众不同 一直突出的 所以这个时代的东西 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教会的 我们要把维护教会的 美善 维护教会的美名 叫神 在我们当中 我们唱 在这里 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们相信 在这里 有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 事奉祂 因为在这里 有祂的统统 Amen Amen 所以在这个新世 我们需要保护 基督和 祂的身份 愿意站起来吗 你愿意站起来吗 回应成了吗 接下来我们 从 可能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会预备 明年的国家布道会的东西 所以 明年的国家布道会的东西 所以 Evangelistic Rally 2019年 5月17号到19号 是盼望与你有约的布道会 所以 1月17日到19日 we have this celebration of hope Evangelistic Rally to be held in a national stadium 所以我们教会 虽然我们人数不多 但是 我们的教会的参与 将很重要的 因为 这是 我们是整个 国家的一个 肢体 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朝向 这个布道会来预备 然后 接下来就是 我们自己的目标 2020年 200人的目标 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就唱 那是耶稣在这里那首诗歌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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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